台湾羽球天后戴姿影现身高雄点燃战火和鲁鲁男双好手王麒麟 攜手初级迎战民间高手来踢馆 比赛还没正式开始暖身练习就让球迷看得目转睛 羽球一届展现高人气 不少粉丝带着加油手板前来一堵小带风采 不过这次的热身赛制不太一样 这是流传在羽球界中的隐藏玩法三对三对决 也是戴姿影的私藏训练游戏逗拍 赛前他霸气喊话 这次的第一名多漂亮 那个奖杯在后面超漂亮的 我想要拿到他 上次我只能颁奖给别人 没有办法颁奖给我自己 我希望这次可以颁奖给我自己 其实我这次来最大的目的 也是要来看戴姿影本 因为这个感觉真的很奇怪 因为平常在看他打球 然后我刚刚练球 居然是跟真实的戴姿影在对打 不只这一仗瞄准冠军 面对巴黎奥运倒数季时 他也全力备战 还是会先以每一场比赛 然后去珍惜跟把握 跟每一位对手就是切磋的阶段 因为我觉得都是在为巴黎奥运做准备 而获得丹麦世界球王安赛龙 称赞反手拍是最好的 小戴则谦虚回应 我觉得其实他打得比我好 对只是让他说有这个想法 可以去练习这个东西 把握每场赛事 维持手感与强度 预计今年退休的戴姿影 也期望为自己个人 职涯最后一舞 写下完美结局 华市新闻消息荣浩北高雄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